現在我們要去錄一個朋友的節目 叫做抽壞掉 欸 小羊魔是抽壞掉的導演 你是剪接師還是導演 現場的安排都是我安排 現場執行導演 沒錯沒錯 那我現在來拍我們的美麗人生 沒錯沒錯 對喔 既然這樣的話 這不是美麗人生 你現在看的是 美麗人生 老闆今天出席這個節目緊張嗎 我超緊張 我一直在家裡走來走去 香菸一根接一根這樣子抽 因為我想說為了符合他們的節目型態 你是想要抽到肺壞掉這樣子 想說多抽一點菸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接納我這種影像導演 欸 你之前在拍 你說他們是來真的 來真的 真的在講笑話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你看 經常都是我們在拍別人 今天人家要拍我們 我超不習慣 所以我帶了一個攝影 他等一下亂拍我 我就拍回去 等一下小羊魔影的工作就是 把他們最 不可以PO上網那一面拍下來 拍死你 我去研究了一下 他算是整人節目 他就一定是 拍我們兩個很慌張的樣子 那你就要把他們擊敗樣子拍下來 看他們怎麼欺負我們 我們放到網路上攻守 對 我們不只要這樣做 然後還要配上我那個旁白 然後我要講得很可憐 可歌可泣的感覺 其實我們在笑啦 哈哈哈哈 等一下 不要錄太多我們講話的東西 等一下好好的去把他們拍死 拍死他們 大家我們到了 那接下來就麻煩你 好好捕捉他們淋約我們的畫面 不會支持我們吧 因為這一集的鏡頭 他欺負我們的時候 你會記錄下來 我會記錄下來 但我還是會笑 他們現在第一個請 就是塞我們在這裡 對 他要我們站在這邊 然後打電話進去 他要安排一個 就是我們打電話過去很臨時的感覺 20秒後幫我打電話 你有沒有聽到 有聽到 有聽到嗎 這是塞的 那我們希望 等一下裡面也是用塞的 我希望整個抽壞掉的環節 都是用塞的 不是只有這邊塞 要就塞到 好 請你開始打電話 嘿 你好 你好 感到 感到 你好 你好 不是 我們這邊是外送 你那個Uber E到了 我們可以放門口就好了嗎 先生 幫我放門口就好 好 那我們先走了 好 拜拜 拜拜 這絕對沒有塞的感覺 歡迎光臨 絕對沒有塞的感覺 絕對沒有塞過 我們一直很想尿尿 畫下很腫脹 研究了一下你們的經理 品質不夠好是不是 不夠 你們大概有到80%的整人成分 好 沒錯 對 所以我們為了治保 我們自己幹的 好耶 不要問你們別 我們全部要進下來 我們就拍回去 屬於那個第二季剛開學 所以大家還沒有很進入狀況 然後第一部分就是抽東西嘛 所以你抽到尾 你都知道節目流程 他們的抽壞掉跟製作人到你家 我都有看 非常忠實的觀眾 那你為什麼沒有做reaction 因為 我們現在就是 實在在進步 我們需要的東西就是現金 沒有道理啊 老闆 我們不是在抽錢嗎 你怎麼摸那裡 還笑得這麼開心啊 那我會摸他 換我一直摸摸摸摸摸 好 你們輸一次 好的下移動 我本來就落到我們休憩 休憩一下有沒有 我們就這次開始啦 我們已經有很多 一個支援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就是 好啊 我們不囉嗦之外 來評審就三個小時 滿硬的 因為要把你們寫歌的時間算進去 但是我想說先做一個介紹 不然你們畫面不好用 這個呢是新樂園的製作人 他叫米歇雷 那他同時也是孩子氣的老闆 他非常有錢 他現在投資東投資西了 你知道嗎 你各位讓我好好講話 然後接下來 我要介紹完這個米歇雷有錢人之後呢 我們介紹下一個有錢人 下一個有錢人是這個 謝根幹 他現在就是我的檔情的老闆 現在他在做的事情呢 是在做美麗本人 那美麗本人是他唯一最失敗的投資 謝謝 OK 現在我要介紹這一位 他就是 是不是不會講的 不會 我會講啊 他是擁有勞力士的男人 舉手之勞 隨便一顆就超大顆 表面是多少的 41 41的 看到了沒有 誰在給你買半斤41的就他 有錢人的快樂就是這麼簡單 接下來 我要介紹這一位 來畫面帶到這一個 這一個 是我們公司的 他是抽壞掉之前的現場導演 他叫做林柏倫 現在被人家小弟出門 不小胎 我辭職 是你辭職 好 那他現在呢 在我的檔期工作 接下來我要介紹這一位 接下來要介紹那一位 接下來 介紹這一位 他戲很多 就跟你說用Logic 怎麼那麼激 Logic 我也看不到 你怎麼知道在理解那時 我懷疑這個是眼睛的問題 你剛才那個看螢幕的方式 你跟我爺爺 順便告訴你 我爺爺的記日是明天 9月28 我永遠記得這天 教師姐好貴一點 我跟你講 我的岳父是明天生日 嗨 哇你看一個生 一個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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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老演 結果是我被毒小當 咖啾 我有点转客为主 你给我一点点空间 可以啊 你说OK 我就退了 我退到很后边咯 好啦 肉 我现在不多说 我先做一个比较 对 不多说啦 我先睡啦 你的姿势很性感 真的吗 研究一下我们的招式 音响问题OK喔 好像OK了 谢谢 谢谢 米奇一进去就直接闷着头就开始 然后我们两个在旁边 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但是我们还是想要为这个案子 有点付出 所以我们就去买一些吃的 这样子 重点是 我们去当制作助理也是OK的 我们现在做的是因为 就是制作助理的行为 没错没错 就是帮制作人买饮料 对啊 而且他们其实 其实蛮温衡的 我一直想说他们会录小我们 结果好像也没有 他们好像不懂怎么做节目 蛤 这太没礼貌了吧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们的嘉宾 谢刚刚 是一位导演 但他除了导演的身份之外呢 他其实还是一位 音乐人 因为这一项的第一张专辑呢 是我跟他一起做的 是讲谢刚刚吧 所以呢 是吗 对 没错 所以大家要把他判定成 他是一个音乐人 这个时候他不是一个导演 对 导演 不是说好做音乐的吗 你在那边做什么啊 睡醒了 听说你的威严 大家都不敢来录小你 突然一个阳光的房间 出现了一丝阴柔 但这一丝阴柔 好像也不是真的这么阴柔 我在帮你们创造收视率 点击不好我会不舒服 毕竟我是有糖果爸爸 今天要录到几点啊 表定到几点 表定到七点 你只剩下一个小时 50分钟 歌手的歌词写好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不然我们就啦啦啦带光 哈哈哈 也可以啊 对 因为下去我就烂 我就烂吧 不行 李米奇你不可以 换到自己的时候 你就这样放弃式的录影法 以前这样歌手如果啦啦啦啦 他会生气的耶 可是这一首的主题叫做 我就烂 我就烂 对 我就烂 他怎么第一集就这样自我放弃 好推啊 导演刚在上面跟我讲说 编曲还没有编完 我想说怎么可能 真的真的 是米奇类 非常的 不知道怎么说 是不是坐上这种位置之后 整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压力很大喔 现在压力很大 不然我就想着要怎么快点弄完 可以把它上一季 就是一直弩小别人的画面移进去 它一直让规则变得越来越难 哈哈哈 现在后来 那这为什么我关掉 不跟你讲啊 自己想办法打开 这也是一个环节 好呗 如果一进复刻 或是一进drop就变成这样 然后更久 哦 因为因为 好痛可能会花笔 这个时间更久 我偏好本来想说我偏好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快笔不住了 你用这个什么东西啊 啊 这个东西啊 是写歌词的好朋友 押韵宝典 全部都是押韵 你以为我真的那么会写歌啊白痴啊 你现在进展如何 我剩两句话就可以结束了 原本有先写一点 但是我发现flow太笨了 所以我还是得找押韵字典来帮帮忙 如果没有押韵字典 就没有饒舌歌手 我也是一个没有在想押韵的人 最近各位 他叫韵 真好韵 Good luck Wat the law ROO OKGINO ROO YOU 再来回家 干你呢 起拍再次再次 OK OK 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知道这个段落 其实叫做bridge 就是浪費時間的地方 所以我講一點話 我們邀請美麗本人 便當來了嗎 我好 你用那個搖 你是綜藝節目啊 在你沒看到的角落 我跟剛剛導演 我們兩個在做壞壞的事情 壞壞的事情 他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在做壞壞的事情 他在玩貓的時候 謝老闆在玩我 他在玩手機的時候 謝老闆在玩我 他們兩個在玩手機的時候 謝老闆還是在玩我 你看 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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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小貓 我們現在來揭曉 我今天的心血之作 Are you ready? Go 老闆 不是在玩我的頭蠟 不要誤會 他是在算說 這首歌 究竟要不要拍MV呢 畢竟 我的檔期有限嘛 呵呵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一個收尾的動作 對不對 對 好 總之今天 我們就是花了三個小時 做這一個非常傷喉嚨 又非常傷腦的事情 但是我們覺得 結果還算滿意 但是他聽到自己的聲音會尷尬 很好聽的啊 你明明是以前有自己出過歌 他不敢聽 但是這個毛病有一個好處 就是會導致你影片拍得特別好 聽自己的聲音 哎呀不行不行啊 拍票了拍票 好了好了解散了解散了 好 解散了 下巴了 下巴了 但是我們不一定會去那個節目 因為他們不一定看得起 我 回家躺平 嗯